而跟您全疫息息相关的还要带您来看 由于现在行动上网的人口越来越多 消保会要修订行动通讯的服务契约了 未来民众申办行动上网试用期 从原来的三天会拉长为七天 而断讯赔偿的时间也会改变 另外如果想要在绑约期间退租 这违约金也必须要按照使用月数的比例来收取 而这新修订的版本预计最快一月就可以上路 这位型手机人手一支 越来越多低头足没事就上网杀时间 但是行动上网人口快速增加 评宽不足连线品质也跟着大受影响 消保会统计光是行动上网通讯不佳的申数案件 去年就多达三千六百多件 消费者申办行动通讯服务有上网服务的话 它可以有七天的试用期间 行动上网试用期从三天拉长到七天 未来民众只要在申请后 发现上网品质不佳 可以在试用期内退租 业者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就算超过试用期也应该依照使用月数支付违约金 只要按照消费者他使用的那个期间 去做一个比例的计算方式 以最近很夯的iPhone4当作例子 申办月租费1349元的两年榜约方案 原本的违约金是一万九千元 新约上路后如果使用一年想退租 违约金只要支付9490元减少了 误成负担 我觉得这样就比较省钱 比较不会说就是没有用完 然后变成说还要多付那个钱 新约即将上路 未来只要电信业者系统故障 无法上网超过两小时以上 就有5%到40%的月租费减免 超过72小时当月月租费免费 修订版本最快明年一月 就会正式上路 中文字幕王宗安对林台北 台湾报道